台铁传出乘客被丢包事件 一名刘小姐带着两个侄子和68岁的母亲 在斗南站要搭自强号 没想到两个小孩上车之后 自强号竟然关起门来开走 刘小姐和母亲提着大包行李 淋雨在月台上狂追 甚至向站务人员告急 没想到站务人员竟然告诉她 搭下一班就好了 台铁斗南车站月台 自强号关上门缓缓开走 这时只见刘小姐拉着行李 在月台上狂追 后面还跟着她的母亲 两个人在大雨中 眼睁睁看着火车开走 原来她的侄儿和侄女 当时已经上了火车 但还没等刘小姐和母亲上车 自强号竟然将他们丢包 追着火车 一直追到站务人员的那个前面 他就讲说 那你可以搭下一班嘛 还好小朋友机警 赶紧打电话给家长 台铁也紧急通知站务人员 让他们在斗六站下车 刘小姐和母亲 也搭曲间车赶到会合 四个人都吓得哭成一团 台铁表示 当时是晚上又下着雨 可能月台上视线昏暗 站务人员以为旅客都上车了 才通知列车开动 对于造成旅客虚惊 台铁除了向当事人致歉 也强调会加强人员训练 不让事件再度发生 记得梁文斌黄总盈综合报道